另外来看到全国文旦策略联盟推动台湾文旦佑产销全面升级 成效主越 农粮署主密是率领纺饰团 在文旦佑产季前夕 特别限地纺饰瑞瑞文旦佑的产区 同时也将全力协助产销今年的文旦佑农产 简单相见欢 由农粮署主密陈启荣率领的纺饰团一行人 跟着文旦佑产销搬远的脚步 查看了解文旦佑圆现阶段的田间管理概况 在文旦佑产季前夕 农粮署办理文旦产区限地方式 也从农地一路来到农会文旦及货场试查设施设备 尤其利用这一台先进的文旦佑糖度监测器 精准扫描每一颗文旦佑的甜度 且记录数据化 让消费者都能吃到水准一致的文旦佑 我们通过这台机器是装我们这个高单价的这个礼盒 所以一定要先经过重量选别 把大小先分别之后 合乎我们这个规定的就是 450公克到600公克的 我们才有进这台机器 进这台机器之后 然后再去判定它的甜度 推动文旦产业发展除了软体硬体设施的经济提升 也让文旦产销工作事半功倍 而对于瑞穗文旦又产区即将在下周期进入产季 不论是国内外产销市场还是加工等 农粮署也将全力协助提升农产业的经济收益 那今年包括文旦的这个外销的奖励 以及幼香卷这些国内行销的一个促进 农委会跟农粮署都已经做好规划 那相信这样能够对农友有更大的帮助 台湾的文旦总栽充面积有4000公顷 为花林县文旦主要产区的瑞穗香 也有将近800公顷的文旦幼园 今年风调雨顺 再加上农政单位的技术辅导 以及农民的用心栽培下 现阶段文旦又品质与滋味都达到了品牌标准 预计下周期进入采收期 农民做足了准备 今年要让大家品尝高水准的优质文旦又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